收听台式晚间新闻 武汉肺炎疫情在全球似乎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大家都很怕人跟人接触 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感染确诊 而这样子普遍的心态 意外的加快了AI人工智慧 还有机器人的运用 尤其是疫情最惨的中国大陆 就积极的让机器人加入防疫抗疫的行列 就连出门送餐也有机器人帮忙 少了人际互动 让民众更安心 包马成功 您的包仔饭开始制作 机器人自动加水盖上盖子 一锅包仔饭就沿着生产线 自动送到了炉台上开始烹煮 几分钟之后 香喷喷的包仔饭煮好可以上桌 取餐的程序也是全自动 包马成功 您取餐 像吃广式辣味包仔饭 从定餐烹煮到取餐 都由机器人代劳 全天候生产 15分钟可以出餐 36人份 业者开发这一套机器人 从疫情升高的当下 让消费者吃得安心 也抢先在湖北各个防疫前线安装 让医护人员暖心又暖胃 大陆许多省市采取封闭式管理 禁止民众趴趴走 尤其武汉封城超过一个月 也多亏智慧机器人送餐 五远佛界帮大家解决三餐 有饭吃的问题 就连浙江杭州 一家集中隔离可疑病患的大饭店 平常送餐也是机器人代劳 既减少人力开销 又避免接触感染 创造双赢局面 杨振平编译